南加州大学4月24日爆发了大规模骚乱 警方与在校园内扎营的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和抗议者发生了冲突 学生和抗议者占领了南加大的校友公园 呼吁该大学在巴以冲突中切断与以色列的财务联系 抗议活动大部分时间是和平的 但也出现了一些紧张时刻 因为警方拘留了一些抗议者 周三清晨仅有15至20名抗议者 但到中午时分 可以看到数百人聚集在校友公园地区 警方和抗议者之间互相推散 上午11点15分左右 南加大公共安全部的官员进入抗议区域 指示学生不要在公园的树木和柱子上悬挂标语 旗帜等材料警告他们不要使用扩音器 并开始试图清理营地中的帐篷和一些标识 随之引发了紧张的对抗 南加大公共安全部助理局长大卫卡莱尔指出 学生们可以自由抗议 但不被允许在校园内安营扎债 因此警方介入拆除帐篷 约20名洛杉矶警察局警官随后也加入了学校校警和官员们的行列 警方证实这些警员是在协助校警 因为该大学向他们发出了求助电话 学校官员最终在下午1点45分左右关闭了校园 仅允许学生进入 阿姆斯特丹和威尼斯等欧洲旅游热点 最近推出了一系列新措施 以应对激增的游客数量 意大利威尼斯于4月25日开始向一日游旅客收取入乘费 希望说服旅客避开拥挤时段 特定日期的一日游旅客必须购买5欧元门票 检查人员会在重要地点抽查 其他措施还包括向过夜旅客收取数欧元不等的住宿税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近日宣布 全市禁止兴建新酒店 并计划在5年内将运河游船数量减半 去年2月阿姆斯特丹宣布禁止在户外抽大麻 该市还发起远离饮酒的线上活动 旨在阻止计划前往该地度过酗酒周末的滋扰游客 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限制游轮抵达人数为每天两艘 每次不超过4000名乘客 西班牙巴塞罗那限制旅游团在高峰时段 进入历史悠久的LABOKARIA市场 在市中心组织的导览团不得超过20人 且导游不能使用扬声器 韩国关税厅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韩国消费者用于海淘中国商品的金额达7.05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猛增57% 购买件数也暴增80%左右 这也让韩国相关物流企业获得了发展机遇 在高物价的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韩国民众选择线上购物 其中中国跨境电商更是备受消费者欢迎 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在韩国快速发展的原因 一是性价比优势凸显 再加上商品种类丰富以及配送快 免费退货等一系列保障措施 此外 今年以来韩元对美元汇率走低 较去年年末累计下跌约7% 用美元结算的美国海淘商品变得不再划算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转向中国跨境电商平台 面对中国海淘直购需求的激增 韩国知名综合物流企业计划将人川机场内的 自由通关场运营规模扩增两倍 提高货物处理能力和通关效率 为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在韩发展 进一步提供互惠共赢的物流环境 请 purpur与微博物与适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